继续关心下午大暴雨的情况 现场是在英哥车站的门口 可以看到虽然公车汽车还有在开 但是底下淹起大水 马路几乎是要看不见了 路人称赞经过这水已经淹到小腿这么高 而且呢雨来的太急 水是越淹越高 还有人说就像是浪一样打到人行道上 不止新北市英哥有灾情 水淹到半个轮胎高 人孔盖变喷泉 新北二重输红道也有管制 也就是在六号七号九号的月提道 只出不进 停水路人要特别注意 目前是只出不进 那么另外呢 在桃园的龟山公寓区也淹起了大水 货车的车身淹了一半 而机车倒在水中变成了泡水车 场面是触目惊心 另外可以看到在积水的部分呢 目前最高是有来到50公分 其实只能推车前进 那么这场雨从下午开始下 包括了新北市树林 英哥三峡都非常的严重 除了积水也酿成火车停驶 也提醒用路人要远离河流 还有低洼地区 目前树林地区水是有在退 但是在英哥包括在建国路口 水管暴裂还在封路当中 如果人在户外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 直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